谈到菊花呢 应该说大家一点都不生疏 这个菊花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恐怕也都接触吧 是吧 那现在大家说说 你们熟悉的这个菊花 都有什么用啊 你们知道菊花都干什么 有什么价值 是吧 了解吧 了解你们谈一谈吧 好非常好啊 你看同学有说 起码至少现在它是一种饮品 是吧 菊花也是一种饮品 现在特别喜欢花茶 菊花首当其冲 是吧 所以菊花呢 可以泡茶喝 这得好菊花 是吧 我们说到一些杭菊啊 供菊啊等等 它的品种也挺多的 有个同学也说啊 它能够清热 能去国 是吧 有个同学说明目等等 说的非常好 菊花呢 确实是一个非常常用的 一个中药 但它又是我们生活当中 紧密接触的一个物质 可以叫不算食物吧 算一种饮品啊 算一种保健品 我们下面就看看这个菊花 菊花因为大家特别熟悉 我就没带来影片 是吧 就是大家 我们从图片上就能了解 它很多种 菊花有很多种 它用的是什么 就是菊科植物 那个干燥的头状花絮 什么叫头状花絮啊 我们学了这个 要了解一下 就植物学的一些知识 我们说这一朵花 就这个菊花的这一朵 实际上它叫一个花絮 是逐渐来开放的 絮嘛 有一个序列的过程 逐渐来开放的 而这个花头 就这头状的这花头 实际是由若干 每一个咱们认为的花瓣 那就是一个蛇状花 蛇 就它那花啊 那花瓣 它就是这状的 实际它这是一朵 啊 里头也有花蕊啊 有什么的 有的是桶状花 那在里头也是一个 所以呢 是由若干个这样的情况 啊 那么 从产地来说呀 也有很多 比如说像安徽 河北 啊 浙江 要把它念成 嚎了 不对啊 底下少一行 不是嚎 是念薄菊 它是安徽产的一个菊花的一个品种 啊 雏菊也是 应该说从品质上来说 薄菊和雏菊都非常好 都属于道地药材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这个像杭 我们说杭菊 是吧 我们都爱说叫杭白菊 杭白菊 那么杭菊也非常有名 杭菊非常有名 尤其杭菊有的用那个花雷 叫那个雷菊 就是没有完全开放 用它的那花菊都 就是一个饮品 叫雷菊 是吧 叫花雷的雷 那么实际咱们这 我还没写到了 就是还有这个河北省产的 我们叫祁菊 现在咱们华北地区 京津地区 大多 这个菊花呢 好的像这个供菊花 是吧 我们就可以做漆茶来用 啊 价格也不菲 那么其他的我们用到的 像薄菊啊 什么雏菊啊 等等我们就都直接入药来 可以这个都是这种团状的 都压扁了啊 经过这个稍微的炮制加工啊 都有一些压扁的这情况 那么我们就直接用就行 呃 在传统呢 那还认为啊 菊花分为黄白两种 但现在临床上呢 不是十分的这个区别使用了 啊 认为黄菊呢 更侧重于疏散风热 是吧 白菊花呢 更侧重于走干净 一会儿我们要谈这个问题 好 这就是咱们说到的菊花的药材的情况 下面我们来看看菊花的这个应用啊 它是一个心甘苦的药物 微寒 从药味上来说又增加了 为心又甘苦寒 归精和桑叶一样归肺肝精 那么大家学习菊花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和桑叶咱们来比较着来学啊 功效有这样几个方面 大家会看到跟桑叶也有描述相同的地方啊 比方说疏散风热 平易干阳 清干明目 这十二个字和桑叶一样 是吧 表述上是一样的 那么在临床应用的时候 我们也作为一个对药来应用 啊 药对或者叫对药 所以刚才不说到了吗 桑菊感冒片 桑菊饮等等啊 就桑菊一块来用 那么不同点的呢 在功效当中提到了清热解毒 清热解毒 一会我们看看它有哪方面的作用 总而言之吧 这个菊花呢 也同样在功用特点体现的 就是技能方向疏散 同时又甘寒一阴 还能苦寒降泄 它有心寒的作用 甘寒的作用 苦寒的作用都体现出来了 那么在它这个作用当中呢 应该突出哪一点 是它一个有面上的问题 有点上的问题 是吧 总有一个突出点 对于菊花来说 这个药物煽清干热 凭肝羊 常用治疗什么呢 就是肝羊上抗和肝火木赤等等 就走肝经的作用 它特别突出 所以除了这个肝羊上抗 头痛悬孕特别突出以外啊 还特别强调了 卸肝火已明目的问题 在这一点 它比桑叶的作用要突出 所以我们又把菊花作为一个眼科的一个药药 或者叫常用药 刚才同学这个说的时候也提到了 说的它可以就是泡茶喝 是吧 也可以去火 治眼睛那些病症等等 所以它确实这个老百姓也都了解这一点 能够清干热呢 来明目 结合它的主制和应用呢 我们来看呢 这个药啊 治疗风热感冒 温病初起就不再重复了 和桑叶是相虚为用的 对于这个风热之邪啊 影响到了头目的病症 咽喉的病症 以及包括有一些咳嗽等等啊 肺经风热 二者呢 都可以作为对药来一块使用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咱们要突出菊花的入肝经 它在这方面治疗肝羊上抗 应该说 以头痛悬晕啊 头重脚轻 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个 肝热上炎 或者说是这个肝羊上抗 所导致的一些像高血压症啊 那这样的患者 它都有治疗作用 一个是可以在腹方当中使用 也可以将菊花作为一个饮品 作为一个这个保健性的药物来使用啊 清干热 贫干羊 它的作用要比桑叶明显啊 要比桑叶明显 那么菊花在治疗这个目视昏花 就治眼睛病变的时候 实际刚才在讲桑叶的时候呢 已经都分析了 是吧 那么菊花和桑叶相比的话 菊花对于眼睛的病症治疗更有它的特点 也就是说不管是肝精有风热啊 风热上宫出现的目视肿痛 还是说肝火上炎 是吧 导致了一些这个眼睛的这个目视肿痛 它是这个虽然都是热性啊 但是它的鞋的来源是不一样的 有的表现也不一样 比如风热目视 往往像现在说一些流行性的结膜炎呢 像这些个 就老百姓说那叫红眼病 它有一定的传染性啊 伴随着发热头痛 有一些这个风热的情况 这是一种情况 我们说这叫风热 肝精风热 可以配合像薄荷这样的疏散风热药来治 那么肝火上宫的 往往是一些眼睛会出现一些红肿疼痛 它呢会像有时候出现了 比如咱们长一些什么脉力肿啊 有一些眼睛的一些化膿的 什么检炎源呢 像这些个也都属于肝火上宫啊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加清肝的药物来治疗 清泻肝火啊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到了偏虚 是肝肾精血不足导致的 这往往引起的一些内眼病啊 内眼病我们配上狗棋子来用 所以现在可能大家听说过啊 配上狗棋子 那么这个棋和菊这两个 再配上一个滋养肝肾精血和阴的 肾阴的一个药物 六味地黄丸 那么我们把它配到一起 就叫棋菊地黄丸 这听说过这个药吧 那么棋菊地黄丸 确实是现在经常治疗 肝肾不足 眼睛干涩的一个常用的一个中成药 它在那个 我们讲过就是在现在的 就非处方药当中啊 这个药物的地位是治疗眼科的 是疲劳的一个常用药物啊 它能缓解是疲劳 实际上来说呢 大家平常经常会用电脑 这个学习啊 查资料啊等等 也有同学是在玩游戏是吧 那么它都会造成的眼睛的这个 顺眼的那个机会减少 所以角膜是处于干燥的状态 很容易造成干眼症啊 干眼症 那么干眼症 反过来说 它的主要症状就是眼睛发干 那么在这个时候 如果大家需要长时间用电脑 就可以泡一些枸杞子和菊花来一块用 不用就不用非得吃这个六位地黄丸 是吧 就用这两个药来泡水 效果就非常好啊 效果就非常好 可以缓解眼睛的干涩 同时呢 缓解这种视疲劳的状态 对脑头引起的头目不适感 也有恢复啊 也有恢复作用 好 这就是菊花的在作为眼科良药 特别咱们提到的一点 另外一个呢 就是刚才说到了 菊花呢 相比这个桑叶 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呢 清热解毒的作用 但是清热解毒这一点呢 菊花应该说有这个功效 也可以用于疮胸肿毒的外科的红肿热痛的病症 但是作用不强 作用不强 不以这为主 真正谈到菊花类里头能够清热解毒的 应该首推的是野菊花 那是又一个品种了 咱们在清热解毒药里头要谈野菊花 到时候大家得想着菊花啊 就说它也有清热解毒作用 但是呢 较为缓和啊 作用不强 是这么一个道理 好 那么菊花的应用呢 呃 在临床上也是可以肩服啊 也可以入一些晚散剂 也可以作为饮品来服用 这个咱们都不说了 疏散风热 刚才我不说吗 传统还把这个菊花分为黄白两种 这个就是从理论上 从这个传统的 意义上 大家看一看就可以 一般说疏散风热清热的 黄菊花为主 平干清干明目的 一用白菊花 但现在说的 嗯 就是药店里头 是吧 这个药房里头 没有明显的黄白菊花区分 那么我们就 有什么菊都可以 像薄菊 除菊 刚才说的 祁菊啊 杭菊都行 都可以应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黄菊 就 这些黄菊花